再来的话呢 假设我放慢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create它 这个时候其实 它会在背后帮我 去下载 实际上当然如果你开IE软件 也会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印象好像如果把它点开来 它应该会 类似它在背后的事情 只是说我没有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 把那个table抓过来 抓到那个table里面的东西 再抓那个tr 再把那个tr的第一个 去找里面有没有td 基本上当然 它上面开图的栏一定都是th 所以应该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呢 换下一个 所以如果找到的 没有那个td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帮我改成找th 所以它有找到th 那找到之后的话 帮我把什么呢 找到那个资料 怎么样呢 在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放到这个里面的储存格里面 那因为我这边有那个for i i的话从零开始 所以我要放在第一列 的第几栏呢 第几栏呢 现在 所以目前是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 我应该放在第一栏 就把它加1 OK 所以这个加1是 因为我是从零开始 如果不加1 就变成第0栏 第0列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加 所以我就把东西抓过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第一列的第一栏 OK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个时候这边就看到了 有没有 所以先这个 有点像一个一个 帮你抓下来 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股票带号 你会发现 它就先怎么样 把第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先把第一列里面的th 全部都帮我抓下来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它把所有的东西 包含这些栏位面到最低 通通抓下来了 抓下来之后换下一列 NAS指的是NAS NAS TR的意思 下一列的意思 然后帮我把下一列 资料抓下来 所以下一列 有没有TD 有TD了 所以TD部分的话 再换下来 第一个里面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打勾 所以那里面没东西 下一个 你会发现台泥就下来了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台泥 你还在下一个的时间 因此类推 分别把资料 这个InnerTest 所以实际上就利用 那个InnerTest 这个属性 帮我把资料 逐个逐个抓下来 好 所以因此类推 最后的话 全部 我把它全部执行完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有没有 所有的资料都放下来了 应该可以看同意思 只是说因为这里面 牵涉到蛮多的问题 像那个 网页的那个tag标签 像Table TR THTT 你目前大概就只需要知道这四个 至于其他 我觉得慢慢再去了解 OK 最后的话 因为这边我觉得 第一栏多余的 所以我把第一栏给删掉了 OK 因为这一栏好像多余的 所以我把Column1 delete掉 然后最后的话 AutoFits 就是AutoFits 就是把自动调整栏宽 OK 然后结束程式 就抓完了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说假如你要抓其他类骨 因为像现在 我们只有水泥抓下来 那如果说你要把其他类骨抓下来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有没有 只需要把这个名称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 这边的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改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自串 对不对 那也就是你甚至可以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那第一个就先抓这个 把这个储存隔的东西放到这里 然后换下一个就是食品 食品再下一个 不就是 一直一直往下 所以整个那个类骨 可以用IE物件呢 就全部抓下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我大概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demo就是demo水泥 至于其他的话 底下的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完成好了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除了说 那个 Excel里面的从Web功能 可以抓网络资料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用IE物件 不过IE物件 难度其实还是有一点 所以 我又把 我做好的那个程式放在云端上 如果你不熟 没关系 先call我的程式码 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但是 你至少 你要知道说 该哪些地方 也可以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 OK 因为这个其实 难度是一定有的 所以 如果你水泥类骨抓了下来 那请各位试着 再把其他类骨 看你是要怎么样 自己可以想想看 几种做法 要不就是说 你可以把水泥放一个 有没有 放一个工作表 然后食品放一个 塑胶放一个 但是你变成你要把之前学过的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加进来 然后再把什么呢 把下载一个 放一个下载放一个 程式有点像我们之前 在那个分割工作表那种做法 OK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把当日行情全部都放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可以啊 你就一直往下抓嘛 反正他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所以两个方法 一个是把每一个类骨放在个别工作表 一个是把所有类骨放在一个工作表 不过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行完成好了 因为说我看后面 这个恐怕复杂度会非常的高 其实这种东西其实蛮花时间的 但程式并不复杂 我底下主要就是先抓table 再抓TR 再抓里面的储存格 那储存格又分成是蓝的储存格 跟一般储存格 大概是这样子 程式上面呢 我也有加上注解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去参考一下 并且做一些其他的练解 这个用IU件来抓的好处 就是理论上 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限制 OK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很完善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倒也还好 如果说你要真的 比较妥善的 又比较没什么问题 抓网络资料 我还是建议你干脆 可以学一下 那个Python的网络爬虫 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但是又可能还是会 另外一个关卡 就是你可能还要再学一个Python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用IU物件去截取网络资料的部分 稍微做个练习 那待会的话 我们讲完这部分之后 我们先到这边先打住 那这来待会呢 我们就要接着继续看第七个单元 第七个单元呢 就是要做什么呢 有关于那个这个把工作表做转存为这个工作部 或者叫活业部 其实就是以色党的练习 也就是说再往外延伸出去 本来都在工作表上面做事情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再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以色的档案 比如说你里面 像刚刚也是这样 你把它网络是要下载下来之后 如果你要每一个类鼓存一个档的话 怎么做 OK 那以前的话 如果你要图法链刚很浪费时间 但是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一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帮你都存档完毕 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怎么样 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分割出去的 又帮你合并回来 那这要怎么做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如何把这个工作表 分割为这个工作部分